第八十三集 关在怪物的身体里 我的主人 这个家伙笑了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纹 你们一定知道他的名字 虽然他在各种书籍里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不过世俗的人们对他有一个统称 就是恶魔 恶魔的仆人 如果忽然有一个人煞有介事地凑上来告诉你 说他是恶魔的仆人 那么你十有八九会认为这个人是个疯子 可是如果这个人刚刚对你施展出了震惊的穿墙魔法 他还能空手从一个空荡荡的洞穴里变出华丽的吊灯 精致的烛台 还有大量的家具 可以让一个冰冷的洞穴变成一个温暖的会客室 这样的魔法 那么你还会认为那具恶魔的仆人是开玩笑的吗 杜维很想笑一下 可是他却多少有些笑不出声了 身边的两个女人显然脸色有一些不太好看 谁都看得出来 面前的这个拥有超高魔法实力的家伙 并不是在开玩笑 杜维觉得自己的笑声显得干巴巴的 你恶魔的仆人 请问恶魔的仆人把我们几个弄到这里来 有什么目的呢 你可以称呼我为克里斯 恶魔的仆人看了杜维一眼 他的眼神冷漠 杜维这个时候才发现 这家伙双眼球 居然颜色不一样 一只眼珠是绿色的 而另外一只眼珠则是黑色的 杜维深深地吸口气 好吧 克里斯先生 您自称是恶魔的仆人 把我们三人召唤到这里来 究竟有何贵干呢 克里斯没有回答 他的身子轻轻地飘到了长方形的石桌另一头 年轻的贵族先生 请问你对于历史是怎么看待的呀 杜维心里一动 随口就回答说道 历史 不过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谎言罢了 哦 有趣的想法 可爱的小贵族先生 事实上这几天来 我一直在观察你们几个 我对你有其感兴趣 你发表了一些 让我觉得很有趣的观点 比如你和那个女魔法师 在岛上曾经有过一番争执 你当时就宣称 让我想想你怎么说的来着 对了 你说无所谓正义或者邪恶 历来拳头硬的就是正义 拳头硬的就有道理 是这么说的吧 虽然话有些偏差 不过意思差不多 那么我有一个请求 请问你是否可以把你的这个观点 联系到对历史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呢 杜维想了一下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过他还是很随意地说了出来 好吧 在我看来 所谓的正义和邪恶 不过是根据不同立场而区别出来的 胜利者就是正义的 失败者就是邪恶的 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而失败者没有话语权 就只能接受邪恶的定论了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很好 克里斯显然很满意 他忽然双手抱胸仰起头来 闭上眼睛深深地叹口气 伟大的主人啊 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您的信徒了 等等 你说信徒 不不不 我可不是恶魔的信徒 我不是任何人的信徒 我既不信神 也不信恶魔 那么 你信什么呀 克里斯笑得很是邪恶 杜维则是大声回答 我信我自己 我只信我自己 身后的乔安娜和威维 同时脸色一变 都捂住了嘴巴 乔安娜甚至低呼一声 天哪 克里斯笑得更愉快了 你看你看 你说了你谁都不信 只信自己 这就是典型的恶魔信仰的信条了 杜维则是有些糊涂 克里斯淡淡说道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联系到你刚才对历史 以及胜利者失败者的有趣的观点 你不妨想想 所谓的神灵和恶魔的说法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用说吗 两个强者争斗 赢的人就是神 输的人就是恶魔 赢的那个家伙赢得了一切 拥有话语权 历史 也是由他来书写的 而书的那个家伙只能万劫不复 我说的没错 其实所谓的神和恶魔 根本就没有什么正邪之分的 只有输赢之分而已 乔安娜和威维安两个人 都有一些不安 在两个魔法师看来 这个杜维的观点 实在是有一些胆大包天了 甚至是异端和叛逆的念头 如果这样的念头发生在外面 他肯定会被神殿审判 甚至可能会被烧死在火行柱上 杜维此刻却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沉吟了一下 书赢 说到输赢 那么克里斯先生 你 我是输家一方的 很遗憾 在上一场战争里 我的主人输掉了 而我也是战败的一方 所以这里 其实是一座牢笼 而我则是这里的囚犯 克里斯偏了偏脑袋 他缓缓地继续说道 我被关在这座岛屿上 已经很久了 久到 我甚至都开始忘记一些记忆了 你说 岛吗 你说你是被关在这座岛上 那么 我们现在也是在岛上了 你把我们弄回到了岛屿上 准确地说 是岛里 或者说 是他的身体里 杜韦脸色已变 克里斯则是叹息一声 哎呀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你们所谓的那个怪兽 其实就是这座岛屿 这不是什么岛屿 而就是一只怪兽 这些天来你们一直生活在这个怪兽的背上 而我 被灌在这个怪兽的身体里 他负责看守我 说到这儿 他挥了挥袖子 制止了正要开口说话的 乔安娜 哎 别别别 你们不要说话 先听我说完 太久了 久得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到底在这里待了多久 而这么久元以来 你们也并不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客人 也曾经有一些其他的人类 无意之中来到这个小岛上 也被我救到过这儿来 其中呢 有一些聪明人 也有一些蠢货 而你们 可爱的小贵族 你身边的两个女魔法师在我看来是后者 而你 则是聪明人